佛陀三孝的姻缘 佛陀有一次在市场看到一个老人 他就笑一笑 那老人呢 手上抓了鱼 要去卖 佛陀又笑一下 然后一只野猪 也是人家养的 跑到市场就想要去吃 哇就吃鱼 佛陀看到猪又笑了一下 这个叫佛陀三孝姻缘 那个时候旁边的侍者就问佛陀说 佛陀你怎么笑参事呢 佛陀就讲了 他说 你看那个老人卖鱼的老人 边卖鱼边万坦 为什么 儿子死了 他卖鱼这么辛苦 要养儿子 儿子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佛陀说了 这个老人天天在抓鱼杀鱼 让鱼虾的家庭破裂 骨肉分离 然后他居然怨天尤人 叹不公平 你破坏到别人的家庭 杀别人的小孩 那你现在小孩子也死了 家庭也破碎了 这是你的因果 他居然不知道 那佛陀第一个孝等于人 当然佛陀这个孝 并不是调戏 他是一种慈悲 他希望众旁边的弟子 了解这个因果 谨记在心